政治专家们说 2010年对于奥巴马总统及其国会的同盟者来说 将会是艰难的一年 许多分析人士预测 共和党人将会在今年国会的中期选举中扩大势力 在中期选举中 总统的支持度以及医疗改革将会成为重大议题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这是拉斯维加斯郊外一个叫做 红石民主党俱乐部每月一次的会议 当地的候选人正在谋求支持 这里的一些民主党人 比如庞提彩罗 就对奥巴马的支持率下跌感到担忧 支持率下跌了 在全国和内华达都下跌了 而像劳伦斯等其他一些人 则是看到了民主党和奥巴马总统的好消息 尽管医疗改革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唯一的东西 但是这毕竟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会重新上升 共和党人沙伦·安吉拉正竞选内华达州 在国会参议院的席位 他就把奥巴马总统的施政情况 作为自己主要的议题 奥巴马自从担任总统以后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对小企业和劳动者都是有害的 对每一个希望回归宪政政府的美国人来说 都是有害的 石油经销商斯坦普伦对这一说法有共鸣 他对奥巴马的医疗计划不满 感到华盛顿的政客们没有聆听他的声音 当大部分美国人反对时 我的国会议员们却投票赞成 这令人不可思议 他们对我的喜好知道的比我还清楚 我不相信是这样 查党运动最近在内华达举行了集会 吸引了普伦和其他的共和党人 基层的保守选民都将奥巴马总统 作为头号攻击目标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状告联邦政府 制止奥市医疗计划 另外一位查党的支持者 霍勒尔说共和党人应该关注这项运动 如果有人竞选代表我们的席位 他们可能会得到我们的选票 但是政治学者戴莫尔说 内华达以及全国最大的问题是经济 我的感觉是所有的问题都固结于内华达 就业和经济状况 显然我们的经济蒙受了非常严重的打击 我们的失业率远远高于全国水平 美国不景气的经济对拉斯维加斯的旅游业造成重大伤害 共和党人则摩拳插掌 希望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反败为胜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